从前的皇帝生来十分聪明 很小的时候就善于言谈 又年时对周围事物领会得很快 长大之后既敦后又勤勉 极致成年之时登上了天子之位 他向齐伯问道 我听说上古时候的人年龄都能超过百岁 动作不显衰老 现在的人年龄刚至半百 而动作就都衰弱无力了 这是由于时代不同所造成的呢 还是因为今天的人们不会养生所造成的呢 齐伯回答说 上古时代的人那些懂得养生制度的 能够取法于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理而加以适应 调和养生的办法 使之达到正确的标准 饮食有所节制 作息有一定规律 既不忘事操劳又避免过度的方式 所以能够行神俱旺 这条统一活到天父的自然年龄 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 现在的人就不是这样 把酒当水浆 滥饮无度 使反常的生活成为习惯 醉酒行方 因自情纵欲 而是因精解决 因满足是好 而是真气耗散 不知谨慎地保持精气的充满 不善于统育精神 而专求心智的意识之快 闺蜜人生乐趣 起居作息 毫无规律 所以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 总要讲到对虚邪贼风等致病因素 应及时避开 心情要清静安闲 排除杂念妄想 以使真气顺畅 精神手持于内 这样疾病就无从发生 因此人们就可以心智安闲 少有欲望 情绪安定而没有焦虑 形体劳作而不使疲倦 真气因而调顺 个人都能随其所欲 而满足自己的愿望 人们无论吃什么食物 都觉得甘美 随便穿什么衣服 也都感到满意 大家喜爱自己的风俗习尚 愉快的生活 社会地位无论高地 都不相倾慕 所以这些人称得上朴实无华 因而任何不正当的事欲 都不会引起他们注目 任何淫乱邪辟的事物 也都不能霍乱他们的心智 无论愚笨的 聪明的 能力大的还是能力小的 都不因外界事物的变化 而动心焦虑 所以符合养生之等 他们之所以能够年龄超过百岁 而动作不显得衰老 正是由于领会和掌握了 修身养性的 皇帝说 人年纪老的时候 不能生育子女 是由于经历衰竭了 还是受自然规律的限定 齐伯说 女子到了七岁 神气声望了起来 如齿更换 头发开始茂盛 十四岁时 天鬼产生 任脉通畅 太宠外旺盛 月经按时来朝 具备了生育子女的能力 二十一岁时 身气充满 针牙生畜 牙齿就长全了 二十八岁时 筋骨强健有力 头发的生长达到最茂盛的阶段 此时身体最为强动 三十五岁时 阳明经脉气血渐衰弱 面部开始憔悴 头发也开始脱落 四十二岁时 三阳经脉气血衰弱 面部憔悴无华 头发开始变白 四十九岁时 任脉气血虚弱 太宠外的气血也衰少了 天魁枯竭 月经断绝 所以形体衰老 失去了生育能力 男子到了八岁 身气充实起来 头发开始茂盛 如齿也更换了 十六岁时 身气旺盛 天鬼产生 经其满意而能外泄 两性交合 就能生育尊 二十四岁时 身气充满 筋骨强健有力 针牙生长 牙齿掌权 三十二岁时 筋骨风龙胜石 肌肉依丰满健壮 四十岁时 身气衰退 头发开始脱落 牙齿开始枯高 四十八岁时 上部阳气逐渐衰竭 面部憔悴无花 头发和两鬓花白 五十六岁时 肝气衰弱 筋的活动不能灵活自如 六十四岁时 天鬼枯竭 精气少 肾脏衰 牙齿头发脱落 形体衰皮 肾煮水 接受其他个脏腹的精气 而加以筑藏 所以五脏功能都已衰退 筋骨蟹多无力 天鬼已结 所以发病毒变白 身体沉重 步伐不稳 也不能生育子女了 皇帝说 有的人年纪已老 仍能生育 是什么道理呢 齐伯说 这是他天赋的精力超过长日 气血经脉保持畅通 顺气有余的缘故 这种人虽有生育能力 但男子一般不超过六十四岁 女子一般不超过四十九岁 精气便枯竭了